第611章 忽悠曹家武军 诗 林霄两人的身影 掠到林家城上方 停了下来 而在林家城城墙之上 已是站满了林家的长老 森严建备着 见得林霄两人的出现 林中丹连忙开口问道 怎么样了 对于虚天凤意 几人道也认不出来 林霄收起了虚天凤意 于每天魔落在了一群人旁边 尴尬的笑了笑 道把苏山和郭雄都叫来了 不过不过什么 林中丹眉头一皱 有些紧张的问道 其他长老也是一脸的紧张 这可是关于林家生死存亡的事情 各位不要紧张 不过是要改变一点点小计划而已 林霄淡淡笑道 苏家城有些出乎我的预料 郭雄正好在苏家 而且苏家背后 还有一名虚家的四重武军强者 冒充的事情被揭穿了 现在 他们正冲着林家城赶来 屈家的人也来了 林中丹等人纷纷一惊 这倒也十分出乎他们预料 屈家的人来了 那意思是 已经谈拢了 三人正朝着林家赶来 另一名长老问道 听得林霄轻松的语气 应当是谈拢了 虽然林霄冒充知识 对屈家有些冒犯 不过再怎么说 虚家也是曹家的竞争对手 应该也会愿意与他们合作 既然虚家的人都来了 想来应该也是谈拢了 听到这名长老的声音 林家其他长老心底 也微微暗松了一口气 哦 林霄有些尴尬地道 没谈拢 因为 我杀了虚家的一个天才 也道出了我们杀了苏云的事 现在三人市正怒气冲冲的追杀而来 林霄此话一出 林家的二十多名长老神色顿时将了下来 林坦龙 反而杀了虚家的天才 让他们怒气冲冲朝着林家杀来 天啊 这不是要给林家带来灭顶之灾吗 曹家已经狠他们陷入危机 现在 又把虚家和苏郭两家五军引来 他们还拿什么抵抗 这到底是什么计划 若不是碍于美天魔的实力 他们都有种冲上去对林霄出手的冲动 对于几人的反应 林霄尴尬地笑了笑 道 各位不用担心 虚家与曹家是对手 三人联手匆匆杀来 如果曹家高手到了 想来也不会袖手旁观 如果我们联合曹家强者对付三人 效果 恐怕也不比联手松山两人对付曹家强者插吧 文言 一群人纷纷一愣 这一点 他们倒还没有想过 不过这么一想 似乎也很有道理 只不过 多增加了虚家四重五军强者 双方势力相近 就算是打起来 胜负就有些难料了 而且 彻底得罪了虚家和苏郭两家 若是不能击败对方 或者曹家来晚一或者不来的话 那林家可就危险了 局势出现了多变性 好计划 而此时 林虎却是拍案叫绝 兴奋了起来 不过 其他长老却还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 林中担担忧的问道 只是 若是曹家的强者不出现 或者来晚了 那我们林家岂不是 没有抗衡三人的实力 放心 无论哪种情况 都不会让他们腾出手来对付林家 林霄轻松的笑道 不过 林家的长老们还放松不下来 林霄两人倒是来去轻松 带了 也可以随时逃走 而他们 可是整个家族 想逃也逃不了 严重了都有可能灭族 只是 到了这个地步 他们也无可奈何 只得继续相信林霄 期待曹家强者及时赶到了 一群人便是这样 足足等了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的时间 曹家的强者还没出现 林家一群长老脸上 已经见了汗 神色皆是一阵凝重 也唯有林霄每天魔灵虎 还能够轻松的谈笑风生了 城墙内 也有一波林家高手在维持城内秩序 他们皆不知道林烈已死亡 以及曹家强者之事 不过却能够深深的感受到那份压抑 也猜测得到 林家在面临巨大的危机 前所未有的危机 而为了避免可能曹家的人前去查探了混乱之地回来 把画像和消息带入曹家之内 林霄已经将一副黑色的铁面具戴上 以防两名曹家武军认出来 若是被认出来的话 那就什么都不用谈了 他们一方就要面对五名武军 师 正当成时要刚刚过之时 曹家的五军强者果然来了 两股可怕的气息 从天际浩浩荡荡而来 眨眼的时间 均临天下的气息 便是降临林家城 两道老者的身影 便是出现在了林家城上方 可怕的威压笼罩八方 林家众人心头纷纷一颤 尤其是不知道真相的林家众人 脸上甚至都露出了金句的神色 两名武军强者 林家城竟然有两名武军强者 立临 比林烈的气息还要强大 林中丹等长老神色 也是变得紧张了起来 唯有林霄每天魔和林虎 至始至终 都是一副淡定的神色 林烈何在城墙前上方 那身上有着三重武军气息的老者 俯视着城墙上的人群 大声贺问道 丝毫不把下方的人放在眼里 林烈已死 林霄平静地开口回答道 嗯 听的是一名青年开口 这三重武军老者微微一愣 有些差异地望去了林霄 在感受不到林霄身上的群维气息后 脸上都微微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如此年纪轻轻 竟然让他无法查探到群维 其身上 有着能够屏蔽武军神石的宝物 而林烈死亡的消息 也让得他们有些吃惊 这里 谁做主 那里这名三重武军老者开口道 在下是林家的朋友 黑木 可为林家做主 林霄不悲不亢地回答道 你 两人皆是一愣 虽然见得这青年脸上戴着面具 身上气息无法查探 但其身上的古灵 他们可以看得出来 未满二十年纪 竟然能够为林家做主 正是 黑木攻后两位前辈多时 想来两位便是曹家的两位长老了吧 林烈家主死前 已经将两位长老之事告知 如今这片区域局势有变 林烈家主被苏郭两家联合击杀 我们想与两位长老合作 林霄带着一些忽悠的成分说道 林烈被苏珊和郭雄联手击杀了 听得林霄的话 两人皆是微微愣了愣 不过在细想林霄的话之时 脸上又有着浓浓的不屑 哼 林烈死了 林家还有什么用 就凭你们 还有什么资格跟我们合作 那三重武军老者不屑地冷哼道 第612章来了 林烈是死了 不过 我们还有比林烈更强的武军 说着 林霄目光看了旁边的美天魔一眼 而后 一股强大的二重武军气息 自美天魔身上浩荡了出来 朝着两人汹涌而去 感受到这股令人心悸的气息 曹家两名武军纷纷一愣 脸上露出了震惊之色 这女子 看上去也年纪轻轻 竟然是一名二重武军强者 不过很快 两人又将每天魔联想到了 可能吃了某种宝盐丹药的缘故 有些女子极度暧昧 花大代价购买宝盐丹药 也是极为正常的事情 两位前辈 苏郭两家之所以能够将林烈击杀 还另有原因 此时 林霄又再次开口道 什么原因 那三重武军语气淡漠地问道 因为 虚家的四重武军降临这片区域 收服了苏郭两家 因为林家臣服于曹家 不敢违背曹家意愿 并未臣服虚家 因此 被虚家强者联合苏珊和郭雄击杀 林霄寻寻善幼地说道 嗯 虚家的人来了 还敢在我们之前 两名老者微微愣了愣 脸色有些难看了起来 如果虚家一名四重武军前来 还有苏珊和郭雄两名武军 他们动起手来 也讨不到什么好处 再者 林烈也是曹家留下的一个棋子 还颇有用处 没想到 竟然被虚家的人给铲除了 这显然是在打曹家的脸 两位前辈 实际上 林烈才刚在苏家城被杀不久 我们前去支援 可惜晚了 只能无功而返 现在 虚家武军和苏山郭雄三人正在朝着林家杀来 愿要前辈与我们一心 联合击杀虚家武军和苏山郭雄 到时候 我们离开这片区域 也好让曹家来关照 林家就安全了 林烈语气颇为客气地说道 言语当中 也找不到什么不对的地方 林烈此话 便是说明 他们不是这里的人 仅是林家的朋友 为林家出头 带林家解决危机之后 便会离开这里 而实际上 曹家两人也不忌待林烈和美天魔 最主要在意的 就是那虚家的四重武军 而且 此时若是虚家的人已经前来 他们也不得不与美天魔联手 他们两名武军 对方三名 境界又相仿 显然是他们吃亏 作为虚家的竞争对手 近两年来曹家竞争非常激烈 若是因为知道虚家的人要前来 他们避开的话 那曹家的颜面可就丢大了 而且 虚家铲除了林烈这枚棋子 这笔面子 他们也要去回来 因此 与美天魔联手 是最好的选择 至少 也要将三人从林家城打走 才能勉强保住曹家的颜面 好 若是三人前来 我答应与你们联合 此时 另一名一直沉默的四重五军老者点头道 每天魔也不冷不热地对着两人点了点头 以示友好 听得这名老者的话后 林家的众人心底纷纷暗松了下来 还好 曹家的人没有当场翻脸 城内的人 则心中翻起了惊涛骇浪 林家家主林烈 已经被苏郭两家和虚家的人击杀了 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 他们怎么毫无知晓 难怪 今日如此大事 林烈没有在场 原来是被击杀了 环让得他们心惊的是 虚家五军强者正与苏郭两家家主 正在赶来 林家城 即将发生一场大战 如果战胜的话 危机自然解除 如果战败的话 林家 可能就要走向衰落 乃至灭亡 消息如爆炸一般 迅速向城内蔓延而去 到处都是热议之声 有少些人 在期待五军强者的大战 而大部分人 都在堪忧 毕竟他们的生意和一切来往 都与林家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林家一方一败 那他们也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而林烈的死讯 对于林家城来说 已是一种不妙的征兆 整座城市 都处在压抑之中 而城墙上的人群 已经忽视了城内惊爆的反应了 有了曹家强者坐后盾 他们的底气也强了很多 诗 诗 等了半个时辰时间 三道身影 席卷着滚滚的气势 从天际急速飞了过来 来了 林中单双目微微一凝 脸上露出了凝重的神色 其他林家长老神色也纷纷凝重了起来 目光紧盯着前方 乔得林家一群人紧张的模样 林霄也暗自摇了摇头 林家就对他们这么没信心吗 怎么说他们这边露出来的 也有三名武军 修为上与对方相同 就算是担心林家安危 也不至于这么紧张兮兮的吧 而且该紧张的 不应该是他们这一方才对 不过毕竟林家的人不了解他们的底牌 林霄道也没有想太多 抬了抬眼 林霄的目光 也是朝着前方的天际望了过去 此时 只见三道老者的身影 已经快速进入了视线之中 这三人 赫然便是那虚勤 苏珊和郭雄三人 三人皆是怒气冲冲而来 而见得林家成 有两道老者林立在虚空 怒气冲冲而来的三人 都不由在林家成前方指住了身形 曹正 曹臣 屈其脸上闪过了一道金木 第一眼便是出声道 苏珊和郭雄两人也泛起了忌惮的神色 曹家的两名武军强者 果然来了林家成 只是 那名冒充虚长空的七年两人 不是要找他们对付曹家两名强者吗 怎么与林家和曹家两人站在了一边 难道 他们本来就是一伙人 故意引他们来的 或者 他们已经谈拢了 不过 在他们望向林霄的身影之时 一股浓浓的怒火 便是从他们心中涌动了出来 无论如何 他们都不会放过林霄 屈其 没想到 你们也来了这片区域 被称为曹臣的三重武军老者开口说道 你们曹家能来 我们虚家何不能来 曹臣 曹薇 今日我来此处 并非要针对你们曹家 屈其说着 伸手点指向了林霄 道 我来此处 是要击杀他 还请两位让开 呵呵 一个小辈而已 何以让虚勤长老 大老远跑来这里亲自动手 曹臣冷笑道 他杀了我虚家的天才 虚伪 虚勤沉着声音说道 语气中带着无比的怒意 这一句话 已经足够说明了他的决心 虚伪一死 无论花多大的代价 他都要将对方灭杀 第613章露灭 听得虚勤的话 曹家两人都纷纷愣了下来 脸上露出了吃惊的神色 差异地望向了林霄的身影 这家伙 竟然把虚伪给杀了 要知道虚伪可是虚家重点培养天才之一 就算他们曹家 也不敢轻易击杀的 杀了虚伪 等于是在向虚家发出严重的挑衅 虚家都极有可能会因此大规模出手 这家伙倒好 竟然把虚伪给击杀了 难怪对方会怒气冲冲而来 当然 他们并不认为林霄拥有击杀虚伪的能力 而是认为林霄让美天魔将虚伪击杀了 他也杀了我的孙子 苏家少主苏云 此时 苏云也是寒怒出口道 曹臣两人在一惊 这两人 到底干了多少惹天人怒的事情 把苏珊的孙子杀了 把虚伪杀了 这不引来两人拼命才怪 哼 你们杀了林烈家主 我们不杀你们的人才怪 这时 林霄却是冷哼了起来 对着两人喊话道 听得林霄的喊话 苏珊三人脸色不惊一尘 他们何时杀过林烈 还有 林烈死了 什么时候死的 他们怎么不知道 前前他们在苏家 正在讨论准备除掉如何除掉林烈呢 现在 他们眨眼就成了击杀林烈的人了 他们的目光 下意识地朝着城墙上扫了扫 果然没有见到林烈的身影 不过一想到林霄的话 三人便是恼怒无比 他们根本见都没见到林烈 区区一个小辈 竟然敢如此污蔑他们 租山愤怒无比地冷哼道 哼 鼠辈 我们何时杀过林烈 什么 林烈和林巡 在你们苏家被你们杀了 我们亲眼所见 你当我们是瞎子不成 林霄再次大喊了起来 生怕没人知道一般 此时就连林中丹等林家众长老 都有些发愣 林烈被苏郭虚三家人击杀 林霄还争敢说啊 林烈 明明是他们自己杀的 租山气得要吐血 虚勤也是气得忍不住怒喝道 血口喷人 你们杀了虚伪 还想以借口开脱 你当我们虚家好耍不成 哈哈哈哈 你们虚家天才陨落 还不让人道出真相 你们虚家的人才是血口喷人吧 你们这些老狗 要动手就动手吧 哪里来那么多废话 我们何惧于你们 林霄语气极为讽刺地大笑了起来 那脸色也极为的讽刺 让得虚勤三人看到 都不禁暴怒 有种直接暴走的冲动 听得两方对话 曹正两人也纷纷愣然 看来双方的事情并没那么简单啊 当然相比之下 他们更加相信林霄的话 一般情况下 只有强势的势力 才会为了颜面 赋予别人罪名 弱势的人 往往不会去污蔑强大的势力 甚至在大势力的扣罪下 理由听起来更为不真实 不过事实 一般都会倾向于弱势的一方 这种事情 他们曹家可不少干 而弱势的一方 在他们眼中自然是林霄两人 哭言乱语 曹正 曹臣 他们两人 还望联合我们对付你们两人 居心叵测 你们两人 难道还要拦在前方 屈秦愤怒无比 脸色彻底沉了下来 身上已是有杀意弥漫而出 然而 没等曹正两人说话 林霄便是抢先回应道 虚勤老狗 这离间计是不是也太幼稚了一些 如果林霄没被你们杀死 难道他现在是自己躲起来不成 虚勤双目一宁 曹正也点了点头 平静地出声道 虚勤 俗话说 打狗也要看主人 林霄为我们曹家办事 你们杀了他 你们这开脱的理由 是不是太过简单了一些 曹臣也是一副打死不相信的模样 至于虚勤所说 林霄两人要拉拢虚勤等人联合对付他们 别说他们不相信不说 就算是如此 他们无惧每天磨两人 只是要利用两人罢了 你 虚勤气劫 脸色阴沉无比 沉声哼道 哼 曹正 他们本就是你们的人 杀虚伪 也是你们指使的吧 虚勤 这种污蔑人的事 你是不是用过了一些 曹臣脸色也是微微沉了下来 虚勤被他们指使杀害 这罪名可不小 老狗 你的废话可真多 有种就动手 没种就滚蛋 此时 林霄大喝的声音响了起来 语气嚣张无比 畜生 今日 就算赔了我这条老命 也要将你击杀 动手 屈秦终于是暴走了 滚滚大喝一声 便是朝着前方冲出 浩大无比的掌力 当空便是拍了出来 排山倒海的力量 直接覆盖而出 杀 租山和郭雄也动了 看着情形 曹家两人铁定了 要联合那名女子动手 甚至是曹家在背后指使 根本没得商量的可能 轰 曹正首长前方光芒绽放 耀眼的掌光凝聚成一道 巨大的掌印 朝着虚勤的掌力轰拍了过去 两道掌力碰撞之后 化成了一股浩大无比的波动 在竖直面向上下左右浩荡而去 而后 曹正便是向前冲出 与虚勤对冲在了一起 两人进击 虚空犹如动荡了起来一般 可怕波动阵阵排开 可怕的撞击 令人心神震动 同时 曹成也动了 可怕的力量施展而出 与三重武军郭雄的力量对击在了一起 震荡出了滚滚的气浪 而另一侧 美天魔也是出手 身上黑雾涌动 一道黑色的掌印拍向了苏珊 恐怖绝伦的力量 击溃了苏珊的攻击后 继续向苏珊冲击而去 让德苏珊不禁变色 闪避了开去 然而 美天魔的速度极快 朝着苏珊快速攻击了过去 所有人往后退 此时 林中端滚滚大喝了起来 武军的力量太过强大了 他们不得不催动元气化意 向后退去 保护林霄在内 林嘉诚的城墙 眨眼被浩荡而下鱼波掀翻 空 空 阵阵阵鸿鸿鸿鸿的震天大响接连响了起来 璀璨的光芒照亮天地 浩瀚如海般的气浪汹涌澎湃而出 恐怖的波动震荡天地间 六名武军的对战 不可谓不强大 若是完全放开来 整个林嘉诚都会被掀平 好在 曹正和曹晨两人都有一将虚秦和郭雄往外压了过去 虚秦两人这时也根本不会考虑到要故意去波及城内之人 而那苏云 直接就被每天磨逼的退步连连 没一会儿的时间 一道道绝招 便是接连施展了出来 不过还是被打的节节败退 有种要崩溃的迹象 美儿 速战速决 直接动用最强战力 立在后方的虚空中 林骁大喝道 第614章惨败的苏珊 脚男人 报仇可要加倍哦 每天磨浅浅一笑 然后一掌拍出 滔天的黑气自他手掌之中涌动而出 无匹的波动浩荡了出来 眼光的掌光 凝聚成了一道剧长 激荡着射人心魄的力量 横空拍击而去 附近空间都暗淡下来 同是二重武军 他的力量怎么会这么强大 苏珊眉头大皱 连忙一拳轰出 强后无比的全忙如滔滔大合斑 荡起狂呼一笑之声 滚滚奔袭而出 轰猛龙 一声轰猛大响 苏珊的力量顿时崩溃了开来 那虚化后的黑色掌力 以极快的速度 浩荡着滚滚波动 轰在了苏珊身上 扑 苏珊一口鲜血不禁喷出 整个身体倒飞了出去 而这时 美天魔的速度暴涨 眨眼便是朝着苏珊冲了过去 苏珊脸色大变 连忙一掌再次拍出 不过美天魔随手一挥 便是将苏珊的掌力轰散了开来 美天魔的身体 再次以极快的速度向前冲出 怎么会 乔得美天魔是无阻挡地朝着自己冲来 苏珊脸色一变再变 在倒退之中 强行舞动双掌 接连拍出了数掌 然而 美天魔同样双手舞动 接连将苏珊的掌力拍散了开来 数掌之后 美天魔便是冲到了苏珊的近身前 纤细的手掌泛着黑光 朝着苏珊的身体拍击了过去 苏珊神色大害 强行调动体内五菌 一股鲜血溢出 五匹的一掌向前横挡了过去 砰 两人一掌对机 没发出太大的动静 苏珊的身体 仅是被震退了一些距离 不过 苏珊已是感觉到 似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流入到了她手掌内 而后渗入她的身体 过过一会儿的时间 苏珊便是发现 确实是有一股力量窜入她的体内了 她的经脉运转 开始困难了起来 她的丹田 也仿佛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困住了一般 束缚的越来越吃紧 她身上的气息 也开始快速的跌落了下来 从五菌二重 再到五菌一重 而后 又从五菌一重跌落 到了五尊境界 而且 跌势还不止 还以极快的速度 继续向下跌落 封印力量 你竟然拥有封印的力量 苏珊惊骇无比地道 双目中已是露出了金句之色 没错 你可就要死了哦 美天魔娇柔一笑 轻软的身体移动 再次是冲向了苏珊 郭兄救我 苏珊惊恐地大叫了起来 然而已经晚了 跌落修为后的苏珊 虽然还没跌到底 但仪远远不是美天魔的对手 根本无法闪避 任得美天魔眨眼冲身前 一掌捏在了她的脖子上 留下她的骷髅骨 留下她的筋血 此时 林霄和林虎急忙的大喝声音响了起来 什么 此时 另一边与曹臣一战郭雄心底一阵 连忙朝着苏珊望去 只见那名妖娆女子已是一掌死死捏在了苏珊的颈膊上 这怎么可能 郭雄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两人同是二重五军 苏珊的实力 极为强大 就算是她 想要取胜都不容易 怎么会才开战这么一会儿的时间 就被这名女子给彻底掌控了 前方 在听得林霄的林虎的喊话之后 美天魔止住了即将捏断苏珊脖子的冲动 另一只一身 把苏珊的储物借扯了下来 而后 美天魔整个身体移动 转身便是朝着林霄林虎所在的位置飞了过去 助手 郭雄脸色大变 手中一剑举劈而出 璀璨的光芒绽放了开来 强大的武技当即施展出 恐怖的力量 朝着曹臣劈斩了过去 虚空都犹如被劈开了一般 想要从我曹臣手中拖出 没那么容易 列天拳 横光牵列 曹臣一拳轰出 仿佛在推动一座大山一般 看上去速度有些慢 但蕴含着的万千军力量 整片空间都要被带动了起来一般 一道夺目璀璨的全盲犹如光柱一般激发而出 全盲周围似乎带着透明的碎裂力量 横空贯出 虚空仿佛都要被撕裂了开来 阵阵破裂的破竹之声响起 轰猛龙 一声雷鸣般的轰猛大响 一团要人双目的光芒绽放了出来 两股力量碰撞在一起后 浩瀚如海般的力量波动爆发而出 郭雄的身体不尽反而被震退出了数十丈的距离 郭雄脸上的神色已是变得凝重了下来 不愧是大家族的强者 拥有强大的武器 同阶之中都能够力压他 不过 他也不会因此示弱 更加强大的力量施展了出来 曹臣自然也有更强大的手段 两人这时已经激烈的战斗了起来 另一处虚空的虚秦也是一阵吃惊 就算是他 也不能如此轻易的将苏珊擒下 看来他们还是小去了这名女子 此时 他也是发力 疯狂攻击曹正 然而 曹正也抓准了这个时机 与虚秦激烈的大战了起来 让德虚秦丝毫无法分出手 秋 林家城上方虚空 每天我已是带着苏珊 冲到了林霄和林虎两人进前 此时 感受到苏珊身上的修为已被全部封印 便是将苏珊扔给了林虎 林虎一伸手 左手将苏珊的脖子紧握在手中 你 你不要乱来 否则你们林家 将会遭到我苏珊不死不休的报复 苏珊有些惊慌地对着林虎威胁 呵呵 你知道我的谁吗 我是林霄的儿子 林虎 你的孙子苏云 就是我亲手杀的 你觉得我还会怕你苏珊 林虎嘲讽地笑道 什么 苏珊身体一阵 愤怒无比地道 你 是你杀了我的孙子 没错 现在 我还要杀了你 至于你苏珊的人 想来多少 就让他们来吧 杀了你之后 我早晚会灭了你苏珊 林虎说着 一股杀意已是从他身上弥漫了出来 他的右手 化成了一只兽爪 一掌便是朝着苏珊的腹部抓了过去 助手 我们愿意退去 放开苏珊 此时 郭雄滚滚大喝的声音响了起来 然而 林虎的兽爪 已是刺入了苏珊的腹中 开始疯狂地吞吸了起来 都到这个时候了 谁还会去听这种无谓的话 就算是曹政曹臣两人 都不想要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岂能会让他们这么轻易的退走了 第615章故意放水 不 望着那没入腹部的兽爪 苏珊惊恐和不甘地大吼了起来 他堂堂一家家主 二重五军强者 竟然会陨落如此憋屈地陨落在这里 而且 还要死在一个小辈的手中 诗 诗 很快的时间 苏珊的声音便是消失了 整个身体 变成了一具干尸 一旁的林家长老 以及下方围观的苏家城内之人 都纷纷心颤 与林家竞争了无数年的苏家家主 就这么陨落了 被一个青年吸成了干尸 就连虚琴一阵吃惊 苏珊 这么快就陨落了 这个结果 他都没想到 此时苏珊已死 那不等于说 他们已是落入了下风 你们不得好死 后面 郭雄滚滚的咆哮声音响起了起来 而此时 美天魔已是加入到了郭雄的战斗之中 将郭雄震退连连 林家城上方虚空中 林虎一甩手 将苏珊的尸体 扔给了林霄 林霄将骷髅手取出 林力注入其中 一股邪恶的力量涌动而出 把苏珊的身体腐蚀成了一具骷髅骨 然后林力移动 便是将骷髅手 和苏珊的骷髅骨收入到储物界当中 见状 无论是下方的众人 还是前方的郭雄 心头都忍不住颤动 这两个青年到底什么来头 一个把人的鲜血吸干了 一个连干尸都不放过 把他变成了骷髅骨收藏 劫恶 恐怖 这两名青年可能都是邪羞 轰轰轰 此时 在美天魔的联手下 郭雄已是被轰得节节败退 口中鲜血都溢了出来 以一己之力 都快不是曹臣的对手 加上一个实力更恐怖的美天魔 他哪里还是对手 退 另一边 见得形势不妙 虚情连忙大喝道 一边施展着攻击 身形一边暴退而去 虽然 他很愤怒 想要击杀了林霄 然而 败局已定 别说越过曹正两人去击杀林霄 现在他们的生命 都已经会受到了威胁 他已是看得出 那名妖娆女子的强大 其战力 都能够立抗四重五军了 如此下去他们只会陷入险境 闻言 郭雄也是一边在阻拦攻击一边暴退而去 讲退 可能吗 美天魔妖娆弟哥哥一笑 更加强大的力量就要施展而出 然而正当这个时候 林霄的传音 变传了过来 让他活一段时间 让曹正退出一段距离再出手 美天魔微微愣了愣 本来要施展出的绝强攻击 也收手了一些 然后 故意放水 让得郭雄没有一下子被击溃 另一边 虚勤的退市 比郭雄快了不少 毕竟虚勤的战力 不弱于曹正 他想要退走 曹正一人 还拦不住 而郭雄的性命 他也丝毫不在乎 没多久的时间 虚勤的身影 便是退了众人的视线之中 唯有郭雄还在与曹臣和美天魔击战 不过 曹正也拼命追击了过去 虚勤想要完全摆脱 还不可能 他也知道 只要曹臣两人击杀郭雄 就能够围困虚勤 直至击杀 这将会让虚家损失一股力量 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又过一会儿的时间 略摸算着虚勤和曹正离去的距离 林霄将虚天凤义取出 一踏了上去 而后对着美天魔传音道 差不多了 文言 美天魔开始发力 实力暴涨 本就伤痕累累的郭雄 瞬间被轰得重创连连 旁边的曹臣都有些吃惊 这女子的实力 怎么瞬间又暴涨很多 快杀了她 不然虚勤就要逃脱了 美天魔在发力的同时 对着曹臣说道 曹臣文言 顿时明白过来了 想来是怕虚勤逃走 这女子已经发出权力 要击杀郭雄了 难怪会实力暴涨 杀 曹臣也连连施展出曹家核心武技 与美天魔把郭雄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不 为一会儿的时间 在郭雄不甘的咆哮中 被美天魔一道掌力拍成了碎肉断骨 惨死于美天魔的手中 可惜了 林霄十分惋惜地道 旁边的林虎也是一阵惋惜 不过他们也知晓 美天魔要施展一次封印 恐怕也会有极大的消耗 想要把郭雄封印给他们 那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否则美天魔也会做这个顺手人情 当然 其他人若是知道两人的想法 定然会心颤 一鸣武军陨落 已是天大的事情 两人竟然还在惋惜他的精血和骨头 若是郭雄知道的话 恐怕都会被弃得活过来 林霄双目环视了一眼周围 对着其他人道 其他人留在此处 守住林家城 我也去 旁边 林虎也立马道 他知道林霄的计划 也想知道他父亲的下落 我们两人跟着去 林霄点了点头 让得林虎跳上了虚天凤意 而后虚天凤意一动 便是飞到了美天魔和曹晨身前 虚天凤意 见得林霄脚下的虚天凤意 曹晨一惊 双目都闪过了一道贪婪的目光 美儿 你来催动 快追上虚情 林霄开口道 美天魔点头 跃上了虚天凤意 而一旁的曹晨也失忆了一下 带得林霄点头后 便也跃入了虚天凤意上 美天魔原力一动 便是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虚情曹正两人飞出的方向 倒掠了过去 途中 林霄也叮嘱了美天魔一声 随时提防曹晨 不过 曹晨对美天魔的实力十分忌惮 而且还因为虚情没有被击杀的缘故 他就算贪婪 也没有选择在这个时候动手 就算要动手 也会选择在击杀了虚情之后再动手 那个时候二对一 他们才有优势 数百里外 林霄四人 很快便是追上了虚情两人 两人正在一座山峰之巅上方大站 震得一座座山峰都轰然倒塌而下 此时 美天魔看了旁边曹晨一眼 曹晨顿了顿 清土道 杀 说吧 他便从虚天凤意上飞出 朝着虚情飞冲而去 这时 美天魔才放心的冲向了虚情 郭雄被他们击杀了 见得曹晨和美天魔前来 开始动用这种底牌 想要这在一刹那正开曹晨的攻击逃脱 然而 曹晨也不给他这个机会 拼命攻击 很快的时间 美天魔两人便是加入了战斗 形成犄角之势 把虚情围攻在其中 第616章不是我们杀的 默约大战了半个时辰的时间 虚情终于被三人联手击杀 不过这虚情手中的储物界 则是被曹正抢了过去 每天魔道也没有争抢 很快便返回到了林霄两人的身前 总算把虚情这个老家伙干掉了 此时 曹晨松了一口气 常叹道 死了一个武军长老 两家日后的竞争会更激烈了 不过 虚家也不可能因为一个长老而与我们决战 再怎么说 还有鲁家在虎视眈眈 再者 虚情率先对我们动手 就算虚家家主找上门来 我们也有理 曹正也点了点头 那倒是 而且 这个杀了虚情的人 又不是我们 此时 曹晨脸上泛起了阴险的笑容 目光朝着美天魔和林霄两人望了过来 略微思索了一番 曹正脸上也露出殷喜之意 点头道 没错 虚情 不是我们曹家的人杀的 此时 望着林霄脚下的虚天凤意 曹正的目光 也露出了浓浓的贪婪 林虎的神色一尘 一股怒意燃烧了起来 曹家的人 果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对付完了虚家的人 又想对他们动手 还要把罪名扣在他们头上 然而 林霄的嘴角上 却浮现出了一抹笑容 仿佛不知道两人的意思一般 似是开心地道 两位前辈 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 曹晨愣了愣 心中闪过一道鄙夷 难道这家伙 脑子不好使不成 这都听不出来 意思是 虚情的人 还有苏郭两家的人 都是你们杀的 与我们无关 这点你们应该同意吧 曹晨笑道 语气中还带着一抹威胁的意思 林霄笑着回应道 前辈何出此言 苏珊和郭雄 还有虚情 本来就是我们杀的 这点 与你们曹家的人 根本就没有关系 曹晨微微愣了愣 脸上露出了不解之色 难道这家伙 脑子开窍了 想要诚服他们曹家 你说的没错 就是这样 曹晨笑着说道 不知道 你脚下的羽翼 可否借我们一看 嘿嘿 这个没问题 不过 我们还是得先把前面的问题说清楚了 林霄笑了笑 接着道 虚家的人 无论是虚伪 还是虚情 都不是你们杀的 与你们曹家无关 这个确实如此 不过还有一点还没说完 你们曹家的人 也不是我们杀的 是虚家的人杀的 文言 两人顿时一愣 曹晨脸色露出了微怒的神色 声音微沉道 你什么意思 呵呵 两位都不是傻子 既然还不明白 那我也就说直接点吧 林霄笑着说道 实际上 林露是我们杀的 我们还去拉拢虚情和苏锅两家对付你们 可惜啊 那三个家伙脑子太笨 不肯跟我们合作 自己把自己给葬送了 两人脸色一沉 曹晨寒怒道 原来林露是你们杀的 他们说的 都是真的 林霄一位伸长地点头道 那是当然 借你们的手杀了他们 再杀你们 再栽赃虚情 引起你们两家矛盾 这才是最好的选择啊 没想到你这么阴险 曹晨神色彻底沉了下来 双目中寒芒闪动 亏他还以为对方是个傻子 没想到这小辈年纪轻轻 竟然想得如此周到和阴险 彼此彼此啊 两位不也是想要借助我们之手 除掉苏锅两家和虚家的人吗 林霄顾嫌不但地道 能够借我们之手除掉三人 你确实很聪明 此时 曹正也开口了 冷声道 不过想要除掉我们两人 难道就凭他一人吗 是不是太意想天开了一些 林霄却是摇了摇头 把面具摘了下来 清秀的面旁露出 双目平淡的望着两人 道 不知道两位前辈 可知晓我是谁 他也很想知道 曹家的人 有没有去混乱之地带回他的信息 如此一来 他便更好做下一步 针对曹家的计划 乔德林霄的模样 两人顿时都愣了愣 显然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 只是 听得林霄如此说 让得他们颇为不解 听起口气 似乎他们就应该知晓 略微思索了一会儿 曹城忽然想起了什么 忽然道 我想起来了 你们是害的我曹家三名武军 在混乱之地陨落的那个青年 林霄 林霄眉头微微一皱 曹家果然派人去查探回来了 曹家的人 恐怕都见过他的画像 日后形势 看来是不能直接露脸了 不过 毕竟没有人感受过他的气息 而且又有天眼屏蔽身体的气息 倒也不会太麻烦 没错 前辈果然还有点眼力啊 连看看带回的画像 都能把我认出来 只是 就是不知道 你们是否知晓 我还有其他什么底牌对付你们呢 林霄淡笑回应道 想再从两人口中得到一些信息 文言 曹城眉头立马一皱 道 你还有一句蓝师馈和六阶初级零售 哼 六阶初级零售 一句蓝师馈和一名二重五军 看你们如何杀我们 陈长老 曹正大喝了一声 道 我们走 说吧 曹正身上气息爆发 果断暴退而去 他也听到传言 那六阶零售非常可怕 能够瞬间困住大量强者 若此时他们被困住 再有这女子和蓝师馈 也将会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再者 二对三 无论如何 他们恐怕都无法将对方击杀 方才在第一时间 曹正选择了退避 林虎都不禁愣了愣 心中一阵鄙夷 还真以为曹正要有多大的魄力了 大喝一声 突然就要转身逃跑 讲走 走得了吗 林霄一甩手 蓝师馈便是暴冲而出 朝着曹陈冲了过去 与此同时 每天魔身上 滔天的黑气汹涌澎湃了出来 三四丈长的黑色羽翼 向外伸展而出 巨大的羽翼 犹如蝙蝠铁翼一般 漆黑坚硬 表面泛着可怕的乌光 仿佛要把空间都吸射入羽翼当中一般 在这一刹那 犹如念经诵佛的声音随之响了起来 如同天地在明颤 而在美天魔的头顶背后 一个乌光森森的尖刺 犹如钢铁般凌厉而出 在滚滚的黑雾下 此时的美天魔显得欺验而射人 如同君临天下的盖世魔王一般 身上浩荡着恐怖气息 什么 这是美天魔 曹正两人大害 这名女子的真身 让得她们极度震惊 本以为 美天魔只是靠丹药宝炎的五君老父 没想到竟然是由灵兽所画 之前美天魔的战力 已经让他们很震惊 现在恢复本体 其实力 恐怕会更为的恐怖 第617章折磨 秋 美天魔一画灵兽之身 天魔一煽动 整个人以极快无比的速度 追向了曹正 独刺一甩 独物涌动 极度恐怖的力量 便是朝着曹正砸了过去 轰 曹正一挥手 强大无比的力量涌动而出 与独刺队砸在了一起 爆发出一阵惊响 曹正的身体 赫然被震退了出去 纯力量进击 他根本就不是美天魔的对手 美天魔的肉身 极其坚硬 不但防御强大 力量也十分之强悍 在被震退了之后 美天魔身体再次冲出 巨大的铁翼扇起一阵猛烈的狂风 朝着曹正扇了过去 曹正神色大变 再次迎击 又是羽翼又是毒刺 曹正都有种双拳 男敌四手的感觉 每天魔与人的战斗 优势太大了 空 另一边 蓝师奎与曹成撞击在了一起 蓝师奎同样拥有强横无匹的肉身 犹如一剑人形兵器一般 撞击之力也巨大无比 对击之下 便是把曹正震退了出去 曹正眉头一皱 一道滚滚的全盲当空轰了出来 夺目明亮的全盲携带着滚滚的气势 朝着蓝师奎轰了过去 师奎 防御强大 攻击力量强大 不过却是死物 根本无法远击 对于一心想逃的他来说 没有太大的威胁 然而下一刻 曹成只见 对面的蓝师奎 阴气缭绕的手掌向前抬出 五指并拢 五道幽光忽然从指尖击射了出来 光芒犹如幽明之光一般 蕴含着催骨拉朽的阴森力量 朝着他击射而来 曹成大吃一惊 一具师奎 竟然还能够施展武技 这已经大大出乎了他的预料 而且 这指光 极其的恐怖 仿佛整个虚空都要被冻穿一般 让得他嗅到了浓浓的危险 猎天拳 随即 曹成不得不将曹家的一记猎天拳施展而出 与那洞涉而来的指尖队轰在了一起 轰猛龙 一阵轰猛大响 浩瀚如海般的力量波动浩荡了出来 滔天的气浪向十方天地汹涌澎湃而去 这一击之下 曹成的身体 被远远震退了出去 差点一口鲜血就要吐出来 此时 曹成脸色一阵凝重 这蓝尸奎的战力 强得有些出乎他的预料 秋 蓝尸奎在一击之后 没有连续施展出武技 而是身影一动 朝着曹成击射而去 速度极快无比 空 空 空 曹成不得不与蓝尸奎近距离碰撞了起来 一下子就被蓝尸奎纠缠住 与美天魔和蓝尸奎战斗 曹成两人就有些吃力 若是再出一个六阶初级骑兽的话 那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了 然而 美天魔和蓝尸奎把他们纠缠得厉害 就算他们想逃 也无法摆脱开来 只得怀着警惕和新剧骑兽的心理 在与美天魔和蓝尸奎战斗 不过 战斗过了好一会儿的时间 两人发现 林霄竟然也没有叫出那只骑兽 这让得他们心底也放松了下来 似乎 那只骑兽没有跟来 或者是在闭关 否则林霄应该没有不叫出骑兽 围攻他们的理由 然后 两人便是放开手脚 全力攻击蓝尸奎和美天魔 然而让他们吃惊的是 就算是放开手脚 也同样是蓝尸奎和美天魔压着打的节奏 尤其是曹政 他越战越是发现 美天魔的战力越来越强大了 还隐隐有触摸到突破门槛的迹象 最终 整个区域无数山峰被轰塌 曹政被美天魔打的重创 浑身沾满了血迹 而曹臣 则是刚刚好能够抗住蓝尸奎 想要摆脱 已是完全不可能 两人与一狮一兽 足足站上了半个时辰 半个时辰后 重创的曹政 被美天魔一个毒刺刺入了身体 身中剧毒 失去了战斗力 朝着地面掉落了下去 美天魔身体从掉落向下的曹政身旁掠过 把曹政的储物戒取后 便不再搭理曹政 而是朝着曹臣攻击了过去 这是因为林霄要留下曹政一口气的缘故 否则美天魔直接就将其击杀了 与此同时 林霄踏着虚天凤意 带着林虎朝着失去战力的曹政冲了过去 政长老 健壮 曹臣大惊失色 曹政一败 那接下来他就要遭到美天魔和蓝尸奎围攻 面对一具蓝尸奎 他已经有些力不从心 在面对能够击败四重武军的美天魔 结果只有败亡 然而 他却无可奈何 只得强撑着战斗下去 果然 没过多久的时间 曹臣便是被美天魔毒刺刺入了身体之中 身负剧毒 顿时失去战斗力 被美天魔一手提着带到林霄两人身前 此时 地面上 林霄和林虎站在曹政的身侧 听得砰 的一声 曹臣的身体犹如一条死狗一般 被扔到了曹政的身旁 激起了一阵灰尘 美天魔和蓝尸葵的身影 也跟着落了下来 林霄一挥手 顿时将蓝尸葵收了起来 目光望着地面上 浑身发黑 痛苦的缩卷多缩着身体 灰尘都被多缩得阵阵弥漫的两人 林霄心底都有些发毛 这美天魔的毒刺 也太毒了些吧 让那两名武军 都狼狈成这样 有什么问题就问吧 中了天魔毒的人 我保证 他们会痛苦得求死的哦 一旁 美天魔自信无比地吃笑了起来 脸上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 听得美天魔的话 两人身体再次颤了颤 都争獰地咬紧了牙关 林霄都有种要心颤的感觉 他也没想到 美天魔竟然还有这么折磨人的手段 本以为天魔吸毒会直接将人毒死 没想到会是要把人折磨至死 两人现在这副要死不活的模样 恐怕还只是刚刚开始吧 看着都快不成人样的两人 林霄不紧不慢地对着两人开口道 我们各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们两人如实回答了 会给你们个痛快 我的问题很简单 曹家 有没有派人去报复混乱之地的圣源血院 这个问题 对于你们来说 应该也不算什么秘密的事情吧 哼 林霄 我们就算是死 也绝不会回答你们的问题 曹正咬牙说道 不过说了一句话之后 他的身体颤抖得更加厉害了 面旁一阵争鸣 仿佛多用出一分说话的力量 都快要承受不住那痛苦一般 我父亲 林霄被你们曹家的人抓去哪了 此时旁边的林虎也很声道 双目中露着浓浓的杀意 这个问题 对于曹家来说 应该也不算什么秘密 不过 两人还是咬着牙 脸口都没有再开了 同样也不会因为林虎是林霄的儿子而吃惊 因为两人已被天魔毒折磨得无力 再考虑其他东西 见得两人还在死撑 旁边的美天魔嘖嘖笑了笑 脸上露出了一副鄙夷的神色 笑道 放心吧 我们等着便是 他们还要活好长一段时间呢 第618章脚侠的美天魔 带得过了一刻钟 两人口吐白沫终于是承受不住 连连开口道 我们说我们说 曹家要暗中增长实力 方才派人去混乱之地 现在与须家竞争激烈 根本没有派高手前去报复圣元血院 林霄被带来曹家之后 被家主带走 之后杳无音讯 谁也不清楚他的下落 求求你 求求你杀了我 两人基本是一口同声的说了出来 一副哀求的模样 中了天魔毒 骨架还能用吗 此时 林霄的目光看向了美天魔 询问道 都到了这个时候 两人肯定也说不出什么假话 而且还是不涉及 曹家多大秘密的事情 既然两人都说了 再折磨两人 也丝毫没有意义 美天魔摇了摇头 道 不深入骨髓的毒 怎么会能算毒呢 意思很显明 中了天魔毒 连骨骼都不能用了 真是够毒的啊 林霄暗叹了一声 一掌拍出 浩大的掌力轰在了两人身上 整个地面出现了一个大坑 两人的身体顿时变成了一堆碎肉 随后 林霄便是让美天魔催动着虚天凤意 朝着林家返回 途中 林霄偏头望了望美天魔 不由得开口问道 那个 五个五君的储物界 想来有用的东西不少吧 是有不少东西 曹正和虚秦的储物界中 各有五块五品零食 曹臣有四块 苏珊和郭雄各有三块 总共 二十块零食 每天魔出呼预料地如实说道 二十块零食 林霄一惊 双目都不禁大量了起来 当初 连那命运神殿的神秘强者储物界中 都没有零食 没想到这五人的的收藏 竟然这么丰厚 加起来竟然有二十块五品零食 当然 那名命运神殿的神秘强者 也有可能是刚刚突破 或者哪里用到零食 把零食用完的情况 不过 二十块五品零食 也已经不少了 当初 她便是靠着一块五品零食 突破了一重修为 而孟喜太后 则是靠着四块五品零食 踏入了五军境界 这对于蓝蓝帝国那一片东南角地区来说 可是翻遍了整个区域都找不出来的 灵狐也是一阵吃惊 整个灵家 恐怕都拿不出几块来 不过 我刚当需要冲冠突破 估计着需要二十五块五品零食 还不够五块 这五块你们能不能给我凑出来呢 就当作 是对我出手的报仇 美天魔眉色飞舞 如深渊般又人的眼珠子 灵动了几下 当我没问 林霄立马把头扭了回来 十分后悔刚才问了那句话了 不但没有分得一点好处 反而还要他们讨零食 他们哪里来五块零食 虽然 可以说五人都是美天魔干掉的 不过 她也出了不少力啊 冒着危险去把三名五军引来 用上了蓝尸葵 结果 好处没分到 还要倒贴 有这么合作的吗 她现在有些明白了起来 美天魔为什么要跟着她 原来是想靠她发财啊 也明白过来 为什么说出储物界中的零食数量 会这么干脆了 小男人 你这是什么态度 说好了我出手会给我报仇的 现在不会是要反悔吧 美天魔盈盈则赤道 声音无比妖娆 林霄都有些懒得理这家伙了 她的报仇 本来是准备从几人的储物界中分出去的 结果倒好 所有的储物界都被这家伙拿了 现在再来跟她要五块零食 嘿嘿 实际上 那虚勤和曹正储物界中 都有两家的核心五技 地阶终极五技 这五技价值 可不比这二十块零食小哦 每天魔又笑了起来 声音又人地道 林霄一脸的不屑 他最不缺的就是五技 曹家和虚家的五技 他根本看不上 若是拿去给林家 恐怕还会给林家带来灭顶之灾 除非曹虚曹家灭亡了 嗯 不过 林霄又忽然想起什么 双目猛地亮了起来 两家的五技对他没用 但若是拿出去拍卖 是不是可以换来不少零食 五技给我 林霄目光又回到了美天魔身上 伸出手道 嘿嘿 小男人还是挺聪明的嘛 这五技若是卖出去 可是能够卖到不少零食 不过 卖掉的零食 可要分我一半哦 美天魔狡黠地笑道 林霄有些无语 这美天魔 还真够精的 不过 没办法 东西在别人手上 只得点头道 可以 然后 美天魔却又补充说道 但是现在 你们要给我弄五块零食来 我确实需要突破呢 再说了 你们要对付的曹家 可是有着不少的武军呢 以我现在的战力 变回本体后 只能够战五重武军 如果我突破了一重修围 便能够立抗六重武军不败 若是在遇到今日这样的情形 根本就不用这么麻烦 还用去吸引双方对战 直接出手就能够搞定了 而且 下次可不会都这么幸运 能够引动双方战斗 美天魔徐徐说来 说的倒是事实 对此 林霄倒也能够想到 虽说曹家现在没有精力去对付圣元学院 但也不能保证一直不会去复仇 再者 曹家抓走了林虎的父亲 他肯定要给曹家制造麻烦的 还要助林虎把林霄救出来 而曹家的实力 以他们现在的力量 根本无法抗衡 因此 还需要借助美天魔的力量 美天魔实力越强 自然对他们的好处也就越大 美天魔突破后再去找曹家麻烦 那自然是更为安全 只是一时半刻 他也不知道从哪给美天魔弄来五块零食啊 林列的储物界中 有三块零食 我林家的长老 应该能够凑出两块来 还希望美儿小姐 日后能够帮忙 林虎毫不犹豫的 将两块清亮的五品零食取了出来 还是你这家伙懂事 放心 等我突破后 定然会助你们找上曹家的麻烦 那样我才会得到更多的零食吗 每天魔高兴一笑 然后把林虎的三块零食收了起来 林霄想要说些什么 不过都止住了 东西都被拿了 说什么都已是没用 放心吧 我们会把你父亲救出来的 全集 林霄语气肯定地对着林虎说道 林虎颇为感激地点了点头 对林霄 倒也没有什么客套话 他知道林霄的性格 知道林霄会相助 不是谋求什么 只是因为 他是林霄的兄弟 当然 林霄的相助 他也会铭记于心 对了 曹家距离此地最近的 是哪座城 顿了顿 林霄又出口问道 曹家五号城 西部数万里之外 林虎回答道 灯梅儿突破后 曹家五号城 我们先去搅和一趟 这段时间 你暂先处理林家的事物 准备应对苏家和郭家的反扑 还有 立马派人把今日的消息 传到薛家和曹家那边去 消息怎么传 你应该知晓 林霄略微想了想 便是对着林虎说道 如果美天魔很快突破 曹家这边 倒也无需林家的人前去 只不过 他也不知晓 美天魔突破 需要用多长时间 林虎沉吟了一下 便是点了点头 到时候 他也想跟随林霄两人前去 不过以他现在的实力 还取不了太大的作用 去了恐怕也会生麻烦 便只好暂且处理一下林家的事情 毕竟四年末归 有些事情 他还需要亲自处理一番 第619章曹家五号称 很快的时间 每天魔三人便是返回了林家城 林中干等人很是担忧 不过又生怕苏光两家高手来袭 并没有钱去观看 而且五军的战斗 他们也插不上手 只得干着急得着 带得见到林霄三人安然无恙返回 方才微微松了一口气 城墙上 望着三人落下的身影 林中干急忙问道结果怎么样 屈秦和曹家两人都被除掉了 林霄淡淡地道 师林中干纷纷道吸一口凉气 屈秦被联手击杀 他们可以理解 但是曹家两人同样也被除掉了 这也太难以置信了 不想也知道 在屈秦被除掉之后 曹家两人肯定是被林霄两人给除掉了 只是他们很不理解 对方是两名武军 而林霄一方 只有一名 是如何做到的 难道是以一敌二将两人击杀不成 前辈 我们进屋说话吧 林霄玄疾说到 林中干点了点头 便是带着一群人朝着林家内飞去 既然林霄两人回来了 他们也不怕苏郭两家的高手前来 回到林家 林霄第一时间便是让人把消息传播了出去 首先是林家成 而后便是苏家成郭家成 乃至蔡家成 曹家和徐家 几个方向 都派人前去 徐家和曹家有些距离 光是传送消息 林家直接出动了武尊高手 随后 林家凑出了两块物品零食 每天魔便是在林家密室内 开始炼化了起来 由林霄亲自在附近守护 与此同时 林霄一直在琢磨九天雷龙爵 九天雷龙爵可谓是为拥有九天雷龙灵能的灵控师准备的 琢磨了半天 林霄便窥见门禁 沉入到了推演和修炼之中 三天三夜的时间 林霄终于是大致将九天雷龙爵第一式 九天雷龙啸的运转和催动方式 琢磨和推演了差不多 虽然还没有尝试 但想来离成功也不远了 当然 这也是因为这灵技与九天雷龙灵能关联的缘故 方才有如此进展 若是给其他灵控师修炼 乃至拥有其他灵能的灵控师修炼 恐怕炼上一辈子都炼不出来 而也是因为在守护每天魔的缘故 九天雷龙啸这种无差别攻击的武技 显然也不合适在林家内尝试 没经过尝试 林霄也不确定是否真的能够施展出来 只得过些十日再找机会施展了 而就在三日之后 一股强大无比的气息 便是从林家的密室涌动而出 美天魔已然成功突破了一重修围 从武军二重 进入了武军三重 其最强战力 恐怕已是达到了能够立抗六重武军的地步 而后 林霄便是带着美天魔 前往了曹家五号城 至于林家有林中丹和林虎镇守 想来也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 郭家的北部还有蔡家 蔡家有武军高手 肯定不会放过郭雄陨落这样的好机会 光是蔡家就够郭家喝一壶的 定然会分不出精力来对付林家 而林家数千万的苏家 也没有了武军 想要灭掉林家 根本不可能 而且还忌惮于他们站在林家的背后 再者 林家也不傻 在派人去传消息的同时 也派人去蔡家商量对付苏郭两家 要说更麻烦的 还是苏郭两家 至于林家可能的最大威胁 恐怕就是要来源于须家和曹家了 林霄也吩咐过 若是两家前来 便暂且先低头 假意臣服 把所有事都往两大家族身上推 而在此之前 这两大家族派人过来调查 恐怕也要十数日的时间 在这期间内 林霄已是有足够的时间 给曹家制造麻烦 把两家的注意力 都放在对手上 让他们无暇顾及这片区域的这些小家族 靠着大量的丹药 林霄两人仅是用了半日的时间 便是赶到数万里外的曹家五号城 这速度恐怕林家派出传送消息的那五尊强者 都还远没有到达 这传送消息的事情 便由林霄亲自来做了 此时 炎炎烈日 望着那热闹嘈杂的曹家五号城 林霄都隐隐感觉到了一股燥热 为避免被曹家人认出 林霄不仅是自己戴上了面具 还给美天魔也准备了一副 美天魔的长相 太惹眼了一些 否则一进入曹家五号城 他们还没找曹家麻烦 恐怕麻烦就找上门来了 曹家五号城 倒也不用交什么入门费 守门的侍卫只是随意看了看 便是放行 讲来莫大的曹家 恐怕也瞧不上那一点点入城费 戴德进入了曹家五号城 周围吸壤热闹的场景 便是进入视线之中 五王随处可见 甚至武尊的身影也是时不时能够见着 曹家五号城 走动着不少强者 这城市的规模 比林家城都大了好几倍 林霄都不由暗暗秤叹 一 小哥 麻烦问一下 这曹家五号城 有多少曹家五军在主持 为一会儿的时间 林霄拉来一名天舞修为的青年人问道 青年舞者最爱八卦 倒是有机会问出一些消息来 这青年微微愣了愣 有些疑惑地道 你问这做什么 准备在曹家五号承担上一段时间 不过 就是担心曹家的强者能不能挡住虚家的攻击 据说数日前 曹家一名三重武军和一名四重武军 击杀了虚家的四重武军和虚家天才虚伪 这么大动作 若是虚家派人攻城 曹家强者不敌的话 恐怕会殃及持语啊 林霄一副担忧的口气说道 文言 这青年大吃一惊 惊得几乎都要跳了起来 道 虚家天才虚伪 和四重武军被击杀了 这消息 你是从哪里听来的 我这一路行来 遍地都是这样的声音 难道你不知道吗 林霄也显得极为吃惊地道 这可是大消息啊 这可是真的 青年精道 我也不清楚 不过 他们都这么说 应该是真的吧 林霄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若真是如此 这片区域可就要热闹了 难怪最近曹刚长老会前来五号成了 这件事还真有可能是真的 青年好奇地推测道 听得青年的声音 林霄双目微微一亮 好奇地问道 曹刚是什么级别的强者 如果虚家强者前来 能够抗得住吗 第620章散布谣言 曹刚长老可是六重武军强者 再者 曹家五号成可能还有两三名武军 除非虚家出动七重武军以上强者 否则恐怕很难在曹家成讨到什么好处 这名青年说道 而这样的强者 就算是整个虚家 恐怕都不超过五指之术 这种级别的强者 几乎不会出动 而且就算真的打起来了 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离开 这种大家族的争斗 定然也不会为难我们这些小人物 脚哥说的是 林霄点了点头 然后打了声招呼 便是离开了 而在另一处 林霄的声音又再次响了起来 咦 听说了吗 虚家天才虚伪和四重武军被曹家两名武军击杀了 虚家出动高手去追杀曹家武军 不知道有没有得手 然后林霄又跑去换一处低声说道 据说虚伪被曹家长老击杀了 不知道虚家最近会有什么动静 你们说会不会派人潜入曹家城呢 有劲爆消息 虚家天才虚伪和四重武军长老陨落 曹家一名三重武军和一名四重武军被虚家派出强者击杀 两家打起来了 各处 林霄低声宣传了起来 故意说出了几个版本 而他诉说的对象 基本上都是青年 而后 这个劲爆的消息 便是以极快的速度传了开来 迅速蔓延整个城市 这个消息传开来的时候 几乎都已经查不出消息的来源 谁都是从别人口中听说的 曹家五号城的曹家大院内 听到这个时候消息后 曹刚脸色大怒了起来 道 这个消息 是从哪里传来的 城内各处都在传 不知道消息来源 禀报的一名中年人摇了摇头 颇为不相信地道 曹刚长老 曹臣和曹正长老已死 虚情和虚伪被击杀 这应该不会是真的吧 会不会是 有人故意在造谣 曹正和曹臣 确实去了东部位置 派人去查 曹刚则是严肃命令道 是 中年人点了点头 退了出去 而整个曹家五号城的曹家之人 也都被这个消息惊动了 这种大消息 一般不会空穴来风 除非真有人在故意造谣 但在曹家城 向来很少人敢造谣 除非是竞争对手派人前进来 不过 最近与曹家竞争最为激烈的 也便是虚家 虚家也不可能造这种谣言 把自家的人也搭进去 若是有胆量造谣 而且有这个可能的话 那便是另一个 与他们不温不火的鲁家 但 鲁家距离五号城 比其他城池更远 若是造谣 应该也不会选择五号城 这种情况 要么是与曹家有仇的人 散修之流 要么真有这事实 否则虚家和曹家长老都不出事情的话 这种谣言很快就会不攻自破 取不到多大用处 不过 对于曹家来说 派人去查也并非难事 就算是假的 他们也会派人去查 与此同时 他们也在家派人手 调查消息的来源 若是有人真的敢造谣 那便是等着承受曹家的怒火 此时 将第一手消息传入城内的林霄 已是带着美天魔 进入了一家豪华的酒楼内享受了起来 等待消息传达到期待的效果 虚伪被击杀了 这可是天大的消息 这下虚家四大天才 只剩三大天才了 曹家只有三大天才 排名第三的曹玉华 据说实力在虚伪和虚荣之间 不会曹玉华出的手吧 据说 曹玉华前阵子出去历练了一段时间 若是曹玉华动手 两人生死交战的话 为何两家的长辈会出手 两家都有默契 长辈不对年轻一辈动手的 否则的话 长辈相互猎杀青年一辈 对于两家来说 都是极大的损失 呵呵 那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 如果这些最顶尖的天才面临着死亡 难道他们的长辈会袖手旁观 这倒也是 若是双方顶尖天才交手 双方长辈肯定不会让自己一方陨落了 若是陨落了的话 肯定也想方设法让对方的天才陨落 阵阵议论的声音 便是从个桌椅传了过来 酒楼这种地方 就是各种八卦消息传的最厉害的地方 是舞者最喜爱的消遣之地 此时 放眼望去 林霄便是发觉有着一桌独作者的青年颇为的沉闷 这名青年二十出头 一身素装打扮 长相寻常 其身上的气息也是内脸 一眼扫去 丝毫不起眼 不过这素装青年的修为 隐瞒不了林霄 林霄一叹之 这青年的修为已经达到了五尊三重境界 这种天赋也是极为的不得了 而在众人阵阵热议曹须两家的时候 林霄从这素装青年的身上 便是捕捉到了一股冷意 林霄也是微微好奇 也不知道是因为哪个消息触动了他 曹玉华 曹玉华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声音电视响了起来 整个热闹的场面 顿时安静了下来 林霄的目光 也是随着众人的目光 朝着入口看了过去 此地 是九楼的二楼 只见一个风度翩翩的白衣青年 不紧不慢地朝着九楼内走了进来 这青年年纪仅二十出头 身上的修为 赫然达到了六重五尊境界 这让得林霄都有些吃惊 曹家排名第三的天才 修为竟然已经达到了这重地步 那前两名天才 岂不是更高 看来 东南角与这里相比 还是差太多了 林霄心中不禁暗叹道 东南角 囊括蓝蓝帝国和混乱之地整片区域 年轻一辈 都没有一名五六重五尊 而曹家虚家 就个有三四人 这质量 可是远远不能相比的 不过 想想到也能理解 毕竟东南域资源更为丰富 连龄时都有不少 曹家这样的大家族 从小就把资源往这些人身上堆 到了二十多年纪 能够达到这个境界 也很正常 而在曹玉华的背后 跟着四名青年 这四名青年 竟然也都达到了五尊境界 皆在二十出头年纪 有一人还到达五尊三重 一名五尊二重 两名五尊一重 可谓各个皆天才 那个曹石 曹政 曹祥 曹庆 这四人皆是曹家一流的天才 尤其是那曹石 修为都已经达到了五尊三重境界 就算不如曹玉华 但也是曹家重点培养的对象 没想到他们竟然都来了 像曹玉华这样的人物 跟着四名一流天才也很正常 只是不知道五人为何而来 一阵窃窃嘶语的声音 传入了林霄的耳中 林霄心底也是颇为吃惊 先不说那曹玉华 这四人随便挑出来一个放在林家苏家那片区域 都是最顶尖的天才了 而曹家光光是一座城 便是出现了这么多人 这曹家果然不简单 不愧是此地的一个大家族 李韵也是相当的雄厚 而看五人的模样 似乎不是进来吃喝消遣的 林霄也一阵好奇 这些天才进来竟然是所谓和事 不必须是想要吃谱和事 都可以吃谱和事 可以吃谱和事 也不必须是想要吃谱和事 你最论的地方 所以来不必须